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在家里面自己能够学到一点点好的一些招数的话 其实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给我们介绍的是什么类型 什么样的功法 就是我们中国有很多你说几千年的这种 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古老的这种健身工 实际上我们就挑两节比较有针对性 就是腰背全身舒展的这种动作 我们来学做一下 看看会没有有帮助 做一下看看会不会感觉舒服一点或什么 好 没问题 学两张 这个主要是针对腰背舒缓的 对 腰背全身就凝转你的脊柱了 就坐得久了 有些人比如说一直这样的 他整个背部会肌肉紧张 不光是大肌肉 它是那个肌尖的 就脊椎尖的小肌肉得不到放松 他就总觉得 我总觉得哪里很像 很不舒服 一直时间久了 有的人会 僵硬 我觉得这好像都市人 或者说很多在公司工作人 对 现在人 特有的 共有的一个腰背痛 对 因为他经常做 没有运动 后背有长期的姿势不正确 肌肉都僵死了 对 不光是大肌肉 你好像动一下 大肌肉可能会OK 可能但是那极尖的那种小肌肉 你没办法做那么深切的那种扭转 他去健身里头做那个什么 就是说举重 或者是他那肌肉块会很大 但是他肌尖的小肌肉得不到很充分的锻炼 反而更容易说扭伤或者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做全身的从里到外的 给他一个放松调整一下 他会感觉比较舒服 人会精神气爽 好 开始了 这个我们喝完之后就要来练练了 是吧 这些观众可以跟我们杨老师 我们两个也在现场 请大家来演示来练习一下 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帮助 我相信一定会有 好 那我们第一节叫恶虎扑石 恶虎扑石 上来就恶虎扑石 对 然后做一下全身的运动 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你不要上来一下 做得很低的事 可以做循序肩进的 比如说先高式然后再低 然后再渐渐的不要上来 我急于球中卡做很大 可能会拉伤或什么 就是做 做之前也要运动运动 对 你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 我只能做到这个步 我就做低一点 但是做一个全身的前章 或者做这样的动作 那可以一步一步做得越来越低 好 我们去一步一步来 好 那我先做一遍 或者是这样子的 或者你们可以跟我一起 然后 一步一步稍微分解开一点 对 我们向左转 先做 先脉左部 先脉左部 然后恶虎扑石了 手就是胡爪了 做胡爪的时候 对 然后我们向前做 弓步 弓步 对 你可以做稍微高一点 往前推出来 对 全身尽量向前推 这个掌 尽量舒展 对 尽量向前够 让你的掌根要感觉到向外撑 对 身体一直向前撑 好了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 对 然后尽量向前 尽量向前 对 舒展开 对 然后感觉到你的手指翘起来 然后前臂外侧向着紧 对 这是我们那个三阴晶三阳晶 手臂的筋脉 它也得到一个签身 向前落 向前落 往下扑 对 扑 然后对 指尖着地 指尖着地 对 然后呢 公布呢 要呆一段时间 对 然后 呼吸了不要憋气 你就要 呼吸 伸长 放松的呼吸 顺其自然 然后呢 公布呢 向下做大公布 尽量 对 做到你的最大的签身 然后呢 幅度做到最大 对 然后呢 现在呢 你要抬头 头尽量向后仰 尽量向后仰 对 然后做一次 伸长的呼吸 好难 我已经动不了 对 然后呢 然后前腿伸直 头向下低 然后呢 两条腿尽量伸直 尽量伸直啊 对 五指着地 两个腿尽量伸直 哇 走不到 对 然后手呢 回收 起 再慢慢起 然后呢 这时候呼爪向下按 呼爪还得保持 对 向下按 然后斩胸 整个胸向后仰 对 整个胸 然后向扩展胸 两个手臂呢 外撑下按 外撑下按 对 抬起头来 对 然后收 收回来 对 哇 什么事 对 这样撑一下 已经感觉 真的是啊 对 觉得身上很舒服 真有这个感觉 然后我们再做右面的 哦 这一左一右 一左一右 两边就是 后背呢 要尽量给它牵身 做出这个整个这个后背 是一个牵拉 比如说韧脉 督脉 它都有做到一个凝转 然后背部 我觉得前面后面都撑到了 对 别看这个幅度不大 整个做完之后啊 对 就觉得 包括你的呼吸啊 整个都有这个调整 对对对 其实这个腰背啊 其实都有练到 对对对对 都有运动到 对 哇 然后我们还有一节 比较凝转的 还有一节更好的 比较 没有这么大的动作的 你们也可以做一下试试 好 凝转 OK 好 对 然后这节叫摇头摆尾 摇头摆尾 对 就是对你的这个脊柱的 一个对象的牵拉和凝转 放松肌肩小肌肉 OK 非常非常好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节操 好 除了老虎就是来龙了 摇头摆尾要 脑斗 对 两脚分开 两脚分开 对 身体保持正直 好 两个手呢 手心向内 按在你的膝盖上 手心向内 对 都是下蹲 对 然后呢 你身体向左转 身体 左手推 身体向左拧转 身体向右吧 身体向右 对不起 向右 向右拧转 然后你的那头呢 向左边看 头向左边看 对 然后你要感觉到 你这个脊柱在 给它一个对象 腰就已经拧转 对 有的时候你会听到 你的那个脊柱 咯咯咯咯咯 然后你尽量推拧转 脚呢要分开 脚要分开 对 推向外 两个手向外推你的膝盖 然后脊柱呢 拧转 头呢 向对侧看 正好反方向 对 反方向 哦 摇头摆尾 对 然后是不是反过来 再来一遍 对 然后 这是不是要坚持一段时间 对 你坐到最大的位置呢 做一次伸长的呼吸 放松一下 吐气 陈仁仁仁强 对 杨老师的马不蹲的 你在看咱俩几乎是站着 对 然后再起 然后再做另外的方向 再反方向 对 现在拧转 然后呢 尖了尽量向左面 同的尽量向后 看你的右面膝盖 看右面膝盖 对 尖向左膝盖 然后眼睛看右面膝盖 哇 这要坚持 对 然后放松 起 放松 我觉得主要是后在这儿 很累 你可以坐的步稍微高一点 然后关键是做你那个脊柱的这种 扭转 你甚至可以呢 坐在那个椅子上 抓到那个椅子靠背 然后做凝转 可能一上来并不见得要幅度做得太大 对对 我刚才讲了 你可以稍微渐进 高湿一点 像刚才那个恶虎铺时 你也甚至可以坐高一点 甚至只要不要浮下去 这样轻坐 然后抬头 然后再做 就上来幅度先小一点 对 然后一步一步 对 慢慢牵拉那个 只要每天坚持做 这个肌肉慢慢就会拉开了 就会能坐得比较深 对 没错 没错 这是 就是只要几分钟时间 你就可以感觉到全身 我就全身再撑一下 舒展了 对 一定要给他自己 有一个力量张开 尤其是在早晨的时候 对对对 真有感觉 然后觉得身上 很舒服 是这样的 好 非常谢谢杨老师 谢谢杨 只可惜我们今天时间有限 要不然真想多再学几道 下次有时间杨老师再做 对 攻坚 五分钟就可以做这个 其实咱们学校都会教大家 这个健身公布 对对 我们有这个健身公布 专门有这个培训班 训练班 对对 好 可以看下面的地址 和我们台上武术学校 取得联系 再次谢谢杨老师 谢谢 谢谢 如果有虎铺师 大家就可以再练习了 好 回来见 花拳绣腿